ok 第一题我们要找的是distance距离 所以我们要找距离的话 这两个点之间的距离 就可以直接用距离公式做 ok 然后要跟大家讲的事情是 我题目出来可以这样的出以外哦 我其实也可以出find the length between the line joining 可以然后两个点 哎我这样子出的时候 其实也是在请你做距离公式哎 哎我这样子写的时候 其实也是在教你做距离公式 所以呃跟上课 呃跟大家讲的东西是一样的 就是 你上高中之后哦 会有很多题目是 做法完全一样 然后 题目的描述不一样啊 所以你要学会的东西就是 我今天看到不同的题目 我也能够做最正确的流程 出来 可以不要看到不同的题目 就以为自己是不会做的啊 或者是做回去旧的啊 之类的东西 这样就不对哦 ok 然后这里中间其实是偶啦 就是这两个东西选一个写哦 可以选一个写啊 左手边是做普通的距离公式哦 然后这里有很多东西 这一行是有写对的 然后写错的东西是 嗯负气减气的平方 他写49哦 啊再开更号让他变成气哦 ok 不止一个啊 两半都有 可以两半都有很多 这种雏形的情况哦 可以这个东西我只能定义成雏形啊 我不会定义成你不会做吧 应该是雏形啊 可以应该就只会是雏形哦 所以 呃同学真的要记小心 ok 我不懂你是不是以为 分进去里面变成呃气的平方啊 ok 气的平方加气的平方 然后你开更号之类的 然后就变成气 变成气侠气也对啊 所以到底怎样做错 应该是不懂哎 尾泡墙变成49啊 反正就是做错啊 所以这地方就自己留意一下 不要不要错这种哎 10分哎朋友 你loss掉你应该很sap 怎么可能不难过 这这样中 对啊所以不应该错的东西啊 ok 然后右手边为什么可以这样写 是因为负气负霸哦 负气负霸是一个左下角的点 然后 呃负气负霸 坏然后气负霸是一个右下角的点 负气负霸是一个右下角的点 所以这两个点其实是一条水平线啊 负气负霸的线 所以这条水平的线哦 他的距离就可以直接用这边的绝对值负气 跟这边的绝对值气相加起来 变14就解决了 啊 所以其实是不用到距离公式的 就是让你知道一下 其实是可以这样子做啊 好 但你如果真的没有想到 然后你选择去做距离公式 当然也没有错 可以 但就是不要算错啦 可以不要算错 像这边负霸减负霸 可以负霸减负霸负不得正哎 可以水会变成零啊 中间就会变成零啊 可以这地方也是要小心啊 不要错这种初心啊 哎这是测验哎 可以测验在你总平均 两三次合起来吗 22.5哎哎不对 20分哎 可是年终好占30哎 不过年终好错这个话讲办 不大件事哦 ok啊好 再来第二题 第二题我们要做是一个 Iregular Polygon Iregular是 任意的 或者不规则的 不规则的多边形 这不规则的多边形 他给你的四个顶点是 24-13 11-30 只要你照着顺序做 你就会做到 3 2分 或者1 5 我只要看到你是照着顺序做的 就是0分 嗯 因为我上课有讲过 可以四个点或以上 可以四个点或以上 一定要有顺时针或者逆时针 你一定要从A到B到D到C 这样子顺时针过去 ok 你不一定要从A开始 你可以从B开始 可以从D开始 可以从C开始 但是你一定要顺时针转 或者逆时针转 照着点的顺序去写 不然你干嘛要画图 你画图的目的 本来就是要 请你照着顺序去做吗 因为你若肩跳跳座 你做A B C D R 算出来的面积一定是不对的 因为他不会变成T型的感觉 因为我们之前在教这个公式的时候 是用T型跟大家解释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件事情 考试的时候不要再错 我们的笔记是有做过五边形 一定要画图 也一定要照顺序做 他才会对 如果你不是 如果你没有画图的话 哎对哎没有画图扣3分啊 嗯 因为题目的情况是一定要画图才可以的 可以不画图的话 我就当做你是不了解题目 就算你做对也一样 ok 然后再来就是 呃有画图 可是答案是错的 就是0分 因为概念不对 所以就算你今天有 有做到什么情况 我LAB还是有什么 我都不会给的 可以让大家知道一下 那画图是有包在作答里面的 好 接下去是 呃第三期 然后如果你今天是 今天要计算算错啊 就是你有画图 有做对顺序 可是你的那个计算啊 就是你的加减法算错的话 这样就是 6分 ok 因为过程 呃概念是对的吗 只是计算算错而已 ok 6分啊 好接下去是第三 ok 第三题 我要你找的东西是Gradian 也就讲 我要你找的东西只有邪律而已 ok 不是让你找Equation Offline 叫你找邪律而已啊 ok 所以如果要你找邪律而已的话 呃 第一小题是要找 负四分之一Y加三分之二X等E ok 我要你找这条直线的邪律 就请你从这里把它变成 呃 Y 呃 Y等于MX加C啊 我会把它变成Gradian Intercept Form 我会把它变成Gradian Intercept Form 所以这里要把它变成这个步骤的话 会有 把这个 诶 X没有写到 可以把三分之二X移到右边去 等于负三分之二X加E 然后把这个负四Y全部乘负四 ok 这里很多同学乘这个负四的时候 都是乘错的 就是有同学把负四分之一移过去 是乘四分之一了 让他变成什么负十二分 诶 正十二分之二然后六分之一啊 k 不对了啊 我要处理这个负四分之一 最简单的方法是乘负四 k 我要处理这个负四分之一 最好方法是乘负四 所以乘负四之后左边就会变成Y 别掉啊 然后右边乘负四 负四乘上负三分之二 会变成负三分之八 然后负四乘上一会变成负四 所以最后我的斜率是负三分之八 诶 正三分之八 所以负负得正 讲错 好 b 小题 我让你找的是 有一条直线经过这两个点 然后有一条直线经过这两个点 他的斜率直接带gradient formula就可以了 y1-y2 除 x1-x2 就解决了 不需要再去做什么额外的 东西 而有些同学在这里选择去做2 point form 然后再把它一向变成Y等于msrc 太冗长了 本来就不需要这样做 两个点本来就可以直接算斜率 ok 两个点本来就可以直接算直线的斜率 ok 第三小题 我让你找的东西是一条直线的斜率 然后这条直线是跟他互相垂直的 所以你要先去把这条线的斜率找出来哦 要先去把 x等于三分之一 y加四的斜率找出来 所以如果我要找这条线的斜率的话 我就要去一向让他变成Y等于msrc 然后有同学直接在这里写斜率是三分之一了 哎同学我是我考蛮简单的啦 但是没有简单到这样好不好 你懂吗 我这样子直接给你y等于msrc 然后叫你找斜率 这样我不如不要考 怎么可能是直接写斜率是三分之一 当然要一向啊 我要做的东西是 规定intercept format 他一定要y等于msrc 他才是对的 他一定要y等于mx加c 他才会是对的 所以这边一定要把他一向变成y等于3x点12 所以斜率是3 来直到与他垂直的斜率是负三分之一 可以导数加负号啊 讲过了 哎第四小题 我要你找的线哦 可以我要你找的直 我要你找的斜率 他是与这条线平行的斜率 很多同学坐到这里就停了哎 哎同学你坐到这里就停了哦 就等于你只是在找这条线的斜率哎 可是我要你找的不是这条线的斜率哎 我要你找的斜率是跟这条线平行的线 他的斜率哎 你找到他的线的斜率是2 之后你要跟我讲的你懂吗 你不用跟我讲他们斜率一样啊 你就直接写哦 这样他的斜率是2这样 你找到的2哦 是上面这条线的斜率哎 他不是我要你找的线的斜率哎 你要你要去说明两条线互相平行的时候 他们的斜率会一样 这样才是对的 哎这次我没有扣你的分啊 之后考试记要留意哎 啊这次你想要这样就是7.5 我就当做是你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就不要扣 下次没有这样好啊 下次一定扣 ok 所以这题算是很容易了嘞 30分然后4个小题 每个小题找斜率不好哎 算是蛮简单的 而且4个题型没有重复了嘞 第一个就是遗像 第二个就是用鬼电formula 第三个是互相垂直的斜率 第四个是互相平行的斜率 都是我们在学第二章里面 很重要的章节来的 很重要的概念 sorry 哎很重要的概念 你一定要懂找斜率是做more 然后讲找找来找来 然后之后要做more之类的 好嘞 所以这四个都要会啊 记住意啊 如果你有做错的话 有些同学是4题满分的 就会直接给 直接给30哦 有些同学是两题两题做的 这样就是1515 或满分的话 哎呀 然后如果你4题里面只有错一题 然后我写25 这样就知道你那一题被扣5分哦 可以可能就只有给你2.5分了 这样子的意思 可以这个是第三题来往下 可以第四题哦 是跟我给你们的去年测验一样了 了 可以第四题是我 我给你们去年测验类似的题目 我让你找一条直线哦 他他的线啊 是有经过66跟经过6-6 哎66在右上角 可以66在这边 6-6在底下 所以这时候我要找的直线 是经过这两个点的直线 这样这条直线就只可以是6-6 这部分跟 我的misserenius2啊 可以总复习题2的最后一题一样哎 总复习题2最后一题 我们不是有做到1-3 还有1-3哦 这两个点形成的common code 我直接跟你讲X要做1吗 可以我跟你讲的 我的答案也是这样子写的 可以就是要跟你讲 这两个点 如果你要去做tume 会空可以吗 可以 你会做到分母是0啊 就是你会做到像这样子 左手边是Y-6跟X-6 右手边你会有6-6 哎不对 -6-6 因为我们用 我们用6 -6-6 然后分母是6-6 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分母变成0 你的分母变成0不要紧了你懂吗 不要紧了 就一样斜对小乘就好了 你让你的Y-6乘0的时候不尖掉 你只留下-12然后X-6等于0 你这样就X-6等于0啊 就做完了啊 或者你可以直接写X-6都可以 来 这个是第四题 来 这部分跟去年测验一样哎 你如果有看就会懂啊 可以 如果你有看了没有懂 你至少也会找人问吧 找我问吧 找同学问吧 啊 所以这题如果你是不会做 或者你做到卡住 代表你没有看去年测验啊 这样我不是给爽 我给你去年测验的目的 就是希望你可以去看了之后 大概懂 我们会讲考 然后你要准备怎么样的作答 该写什么样的东西哎 OK 接下去第五题 好 第五题是一条直线 它经过1-3 然后跟这条线是平行的 然后我要求你找这条线的equation 然后请你给我 general form的answer 可以请你给我general form answer 所以这边我们会先去把这条直线的斜率找出来 它叫做负3 可以题目给的这条直线的斜率叫负3 然后就因为平行有关系 所以两条线的的斜率是相同的 我就可以利用这个负3去找我的 题目要我找的线 OK 这句话哦 如果你没有写的话 我是不会扣你的分的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因为我教你CT的时候我也没有写 但是上一题问你 第三题问你斜率的时候 你是一定要写他们想 他们是平行的 所以斜率相同 ok 然后过后去找直线的时候 所以过去找直线的时候 会用到gradient 碰一gradient form 有同学在这里碰一gradient form背错了 整份烤圈就爆炸哦 他背到XNXE等于MY-YE 去咬啊真的就是去咬啊 真的去我跟你讲啊 做不出来啦 讲都做不出来了 所以这地方要记得小心哦 然后正负符号处理也要小心哦 可以然后这题如果你给我Y等于 铺3X我是会扣2分的啊 可以这题是不能给我这个安设的 因为我跟你讲 我要求你给我答案 general form 所以你一定要给我3X加Y等于0 跟你直接Y加3X等于0 我也会给对 可以就这样这个是第5期 第6 可以第6 第6期哦 好是3 呃要你找Altitude啊 如果你有问我的话 我就会跟你讲 median Altitude 跟perpendicular by center 我会找其中一个 还是我有讲我也不懂啊 可以我会考其中一个 然后我有跟大家讲 我不会考你center 就是我不会考你center 不会考你center 也不会考你center center 不过要求你找点 因为如果我要求你找点的话 那题要变成 2-30分才会够 所以我这里只要求你找一条Altitude给我 OK 很多同学做这一题的时候 一开始就给我midpoint 我也不懂你在midpoint有没有东西啊 我都跟你复习过 Altitude会用到什么样的条件了 你还给我 你还可以给我midpoint 好像先找midpoint就可以先拿两分这样 如果你Altitude拿也来midpoint哦 OK 所以这地方大家要小心 然后第7题 可以第7题题目要我们找的是两条线之间的焦点 然后去找common code的equation 哎同学第6题跟笔记一模一样哎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连数字都没有改了 答案也一样哦 然后你做错哦 尷尬吗 OK 然后第7题其实也跟笔记一样 但是我改了一点东西哦 我把它题目的 the length of common code改成 the equation 可以改成方程式 OK 所以我们 接下去第7题要做的东西是先找焦点出来 OK 找焦点的时候你就会做到这边 会出现4x4四方还有4x 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过4是可以越减的 x不可以越减的 因为如果你把x越减掉的话 你会少掉一个x等于0的答案 所以绝对不能越减 这里一定要把它拆解成 x然后x3四方 减1等于0 可以就这一步 然后就可以先去写x等于0哦 如果你今天把x越减掉的话 你是不会得到x等于0啊 因为你越减掉了吗 OK好 所以当你变成x还有x3四方减1 解错 之后哦 x3四方减1之后 你需要把x3四方减1 再导致分解成x等于1 还有x平方加x加1 可以这步骤是我们 学 那叫什么综合处法里面的东西 第一页就有看到了 我们就会得到x等于1 还有一个no solution哦 可以这东西为什么no solution 上课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 因为比减方减4也起小10啊 都是讲过了的 好 所以我们有两个答案 x等于0跟x等于1 好 x等于0跟x等于1哦 我这里虽然没有写啊 但你其实只能带入第一式耶 千千万万不能带第二式 你如果带第二式哦 y平方等于4x啊 x等于1吗 所以y平方就等于4哦 这样y就等于正负2耶 你就会卡住哦 如果y等于正负2 这样我答案到底哪一个哦 我要找的 我要找的焦点到底是会哪一个哦 到底是12呢 还是1负2 还是两个都要 所以这里其实是要跟大家讲 带第一式你才不会有y的困扰 不然那正负降下去 你是一定要学会分辨哪一个是哪一个 就很麻烦 可以最后就把这两个点去做哦 Equestion or Common Code就好哦 然后这一题哦 明明是考Equestion 我不懂这么有人做距离公司给我了 就他直接做跟笔记一模一样了 好像我考笔记考一模一样这样 我不懂啊哎呀 不知道啊 可以就这样 然后如果你有题目的分数要问的 或者是有改错的地方 请你留言 或者直接来Facebook message我哦 我看到的时候我就会处理 可以我看到的时候我就会处理 大致上是这样 这是这一次的测验 好 注意完测验要跟大家讲点东西哦 就是呃 测验的目的哦 是要确认你在上课的状态 跟你的学习模式哎 也就讲如果你测验的分数是你满意的 或者是你觉得还可以接受哦 这样就代表请你 你现在的学习模式 跟现在的学 你在这一张学习到的东西是没有错哦 是正确的东西 正确的流程 然后学习模式也没有问题 这样就持续下去就可以哦 ok 如果这份满这份作业 这份作业不是这份作业 这份考卷 可以这份考卷 如果你是不满意的 可以不满意了 代表你要你要在这方面做调整哦 可以你要去调整自己的 学习模式跟学习的态度 还有你处理作业跟准备考试的能力 可以如果你今天是 呃 笔记自己上课抄的 然后作业也都自己做 可以有不会的就问同学 或者看老师解答 可以如果你都是自己做的话 考试还是考不好哦 就代表你要花一点 额外的时间在上面 如果你想要有显著的提升啊 可以你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在上面 去调整一下你做不同题目的时候 是不是都有办法自己完成 而不是每次看到考卷上面的题目 都好像没有看过啊 这样 这边里面的题目 其实都是上课有讲过的 可以有教过的 甚至还有一模一样啊 好嘞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这方面的状况的话 你要自己去想办法调整一下 问一下同学啊 问一下我啊 下课时候要花一点时间 自己做一点点数学啊 上课的时候 思考的那个状态 跟按计算机的速度 真的要再快一点啊 然后只要有不懂的东西哦 马上就要去搞懂 或者是不会做的地方啊 写错的地方啊 你自己的习题啊 跟我的解答上面 不同的地方是哪里啊 要主动开口问我 或者问同学 可以这就是要提醒大家的 这个测验的部分 可以考的好像当然很好啊 不过我还是要跟大奖啊 只有这一次的测验 会看起来像这样啊 可以过后的测验就没有这样好啊 嗯 真的没有这样好哎 第一次啊 ok 呃 如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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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脚魔 如果你 你你你下一次 可以你你下一次 呃 这一次可能搞不好 你下次又很怕自己搞不好的话 而这件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啊 可以包括你自己的初心哦 可以包括你自己的初心 都是会发生的东西来的 你就让自己去调整一下 多做一点呃 相关的练习啊 然后看一下 自己自己在作答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有不会的 要马上开口问 绝对不能等啊 现在绝对不能等 喂 讲试讲会出难一点点啊 不过大多数也还是会跟上课笔记 还有 CT 相关的 k 我是一个很喜欢出上课教过东西的老师 或者是我有讲过的话的东西的老师 我很喜欢出我讲过的东西的 哎为什么哎 因为这样你做错的时候我才可以笑你啊 我才可以骂你哎我讲了嘞 然后你没有读哦你要我讲 我讲了那个四个点要画图嘞 没有画图顺序不对 然后你做错哦 讲过了啊对啊 你看这东西跟你的笔记一模一样 然后你做错 这样哪一对 这样不对啊 处理一下 k 然后 自己的实题人要花时间自己做 只能自己做 k 没有别的办法 k 真的只能自己做 这是唯一一条路啊 然后 数学真的没有到这样难了 他绝对比其他东西都还有办法处理哦 公式 理解 看题目的能力 写作写表达的能力 都是一定可以处理到啊 高1的数学没有没有想的这样难啊 k 没有大家想的这样难 高2难很多哎 高2难很多很多 所以高1的基础的状况要调整好哦 尤其是那些我讲过初衷的东西啊 真的要稍微去留意一下 包括你要会的那些有的没的这样 k 大致上是这样啊 如果真的考不好不用太在意啊 真的 每个人都有记厉害的地方啊 数学不好就其他科目不回来啊 就这样 好 然后呃如果有有做错还是有算错的地方 记得 记得去留言或者是来 message我 让我知道要改分数了 k 签订阵的部分就记得去完成啊 做对整份都对完同学就不用太 不用订阵哦 啊 呃不过我还是要讲啊 k 不过我还是要讲一句比较公道一点的 可以去年那份测验哦 他们的表现是不好的嘞 所以还是要很坦白跟大家讲 实体课跟网课真的有差 真的有差很明显的 有去年学生的成绩真的没有今年 像你们考的这样哎 我记得是没有啊 我看一下 第一次测验上学呢 no 真的也可以念给你们听他们的分数 可以念到最后的分数就是填乐的分数啊 因为这是搞一里二 我念了啊 100 65 83 96 68 55 93 77 67 56 72 72 53 48 32 36 16 39 39 27 62 94 94 56 92 52 52 100 48 60 50 55 76 66 55 78 58 26 64 61 62 62 32 35 13 50 20 我不是觉得一个 nice 可是那个13分他多高 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没事啊没事没事 没事啊没事 没事没事 这是去年 所以他们的不及格人数是 8 9 10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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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个人有22个人第一次线是不及格的 他们做的考卷就是我给你们的那一份 所以就知道 在学校的成效真的蛮明显的 而且坦白讲去年那一份 跟这份的程度应该是一样的 如果我没有错的话 我没有真的出比较难哎 嗯因为我了解大家前两年的 的在家学习吗 所以我还是不敢一开始就出太难这样 所以如果考虽然很好代表上课大家是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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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到东西的然后也很不错 坦白讲了我的印象中大家应该是要拿80的因为那100人数有点多哎我下次不懂要不要拿一把大刀砍下去这样 诶好啦不会考这样好哎打击一下大家 然后李五成绩比较好哎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 李五之后17个人不及格哎 李二有22你就知道那差别很重 17个人不及格也比你们好也比你们差吧你们几个 头看一下 嗯啊少很多呢 少很多啦我们班没有那多人不及格啦还可以啦还可以接受你们是李一李三对啊李一三这么 我没有还没有记录你们的分数哎记录了之后才知道两班的状况是这样你们要跟李三比啊 比有没有 不是比还这么比我手心手背都是肉哎呗 这是我教呗什么状况比还这么 去跟李五比啊跟李一李三比做梦 ok啊 ok 好就这样呃 如果真的有真的有学习状况或者是真的有不懂的地方主动一点找我或者找同学组成一个小的读书会不懂就问 明白吗 就算以后回去学校也可以用了吗 不一定是现在在家才需要这样不然自己自己一个人读书真的很无聊了哎 你看那些成绩好一点东西他们一定自己都有在sport哎这题应该会出哎那题可能会出哎这题很像很重要哎 什么东西需要问同学一定有这样子的群组啊不可能没有了我才不信自己一个人读可以很厉害哎 有了还是有这种人啊 ok 不过不多呢 比较多的一定是那些有有读书群组的同学的就是问来问去啊 这题目要注意什么啊你觉得这题会出吗这样一定有这种一定有这种群组啊不可能没有啊 哎好然后然后这种群组当然有不好的地方啊就是如果大头拿一百然后你们拿一百的时候就很不爽啊 哎呃没有事了没有事了 你没事啊没事 哎恩琪没有事的啊 好我们这一刻就到这边啊 不要乱cue我啦 你没有发现哎我有故意 故意不要改你的考卷哎 你没有来问我我在想说你会发现 很高分哎 什么很高分谁很高分 不要改我的考卷其实我不知道哎 对哦我以为我以为那种很三八的人会去问吗因为 因为有 昨天晚上就有人跑来问我讲老师你先改离山啊我超不爽啊到底怎样知道了 没有我懂你改了离山的 所以我没有早上要问你什么时候改我的 会有那种 会有那种很三八的人你知道吗就是他他会他会一直去看老师改到哪里了啊 像我们以预安为例啊预言是25号对不对 他就会去问24号或者26号 哎老师改念了嘛 他改念了就下去就到我了这样 没有啊我没有问呢 我只问了离山的话 我也不懂 我也不懂是不是范子余还是杨嘉环跟你们讲哦就是我改就会很快哦 昨天昨天测验完晚上就可以去看到底几个 到底是谁讲出去啊我还想再演多一下 我今天才看到的 你今天才看到也是不对的好吗 如果你要骗我我今天才看到的 你们今天才看到也是不对的 你们怎么可能觉得你们老师这样快改完我本来就不早就让你们知道了 不是我今天要放我去Google 然后我再回Google就要看到了 不要演了OK来就这样 我很真的好吗 那我演啊 谁这样讲谁谁谁 汪洋 汪洋对合理 然后如果你有认识的朋友 数学状况没有很好的话多帮忙哎大家同一个班 好吗 可以多多帮忙多多那什么 多协助一下 捐号不要过了啦没有事了下次会考好了 捐号 捐号 捐号你背 你背光我看不到你是不是在哭哎捐号 我没有 下次会考好了啦我又没有怪你 还是我应该要怪你你比较好受一点 看老师没有money好像搞不好老师又没有money 感觉好像不是很好哎 哈 没有没有 第一次我容忍度的比较高了你看下一次啊 你看下一次你看下一次 看下一次啊 好 哎还有一点时间呢把自己解决掉了啦 不然贤责也是贤责 你看我看你这么做时节操妹 你现在怎么做时节操 本来就应该要做啊 鱼语客不做时节操啊这么 老师我可以看你做时节操吗 不要啊 我做过了咧 我开宽笑我是宽忠生哎我会唱笑歌好啊 我家门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三波 你们懂是同一个歌吗 你们表情是不懂同一个歌的表情哎 同一个歌哎 不懂啊 我继续找一下看啊 我家门前有三波 后面有小河啊不对倒反了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三波 啊跟 跟我们笑哥歌词第一句是一模一样 好你们不懂 ok 来呃 可以刚这一题第十一题请大家自己做啊 所以就找出来两条线就会像这样 7x加7y加3等于0还有17x 减 17y减11等于0 可以两条线 哎呃这两条线我们要去判断哪一条线 是optuse angle by setter 哪一条线是acute angle by setter 在判断之前我们直接把他们斜率做处理哦 可以我们直接去处理他们的斜率 所以左边这条线而言哦 他的斜率是负的 可以啊然后 导向这边呢我们先画出来 等一下我们就懂哪条线是哪条线 右边这条线他斜率是正的 我们不需要像该那样把斜率计算出来哎 刚才哦我们是不是有去算斜率 我们有把斜率算出来是负1吗 这边是真1吗 可以其实是不用算的 如果你可以用看了就知道写率是正 还是负就直接写就好了 懂吗 没有要求你算啊不用算啊 可以像这样可以放住 喂你现在哦 还不知道哪一条线是optuse angle by setter的啊 你不要跟我讲你现在就知道啊 图还没有画到底想知道哦 图一定要画了用看的才知道啊 图一定要画用看的才知道啊 ok啊好然后接下去你就要把题目的这两条线画进去做标图里面 ok然后同学有问哦 我可以不可以不要写过程 因为上一题啊我们的5x-12y-7吗 等于零哦 我们不是有去让x等于零哦 然后-12y-7等于零 y等于-12分之7吗 然后 y等于零我们有 5x-7等于零 x等于5分之7对不对 我还有同学问讲我可以不会不要写这步骤很冗长哎 可以这样子 他可以不可以这样他问我的东西这样 他是这样问我 他这个没有写的他直接问 我可以不可以写这样 他问他可以不可以写零 然后-12分之7 跟零 5分之7 然后零他问我可以不会写直接写这样 他讲不然很冬长 ok我给他的回答是你这样子写啊 可以你直接这样子写哦 也太慢了 啊这个也不用写了 写我写 直接画图啊 直接画不用写这个步骤了 我只要看到你的图是对的就是对了 明白吗 所以那步骤是不用写的 这边来 上面这边啊 可以我们不是讲话哦 可以这一整块步骤哦 这个我逛起来的步骤啊 都是不用写的 明白吗 不用特别去写他的 图对就可以了 啊然后如果要画那个线写进去啦 可以多一个点啊 可以先写进去啊 像这里这条线是 3x-4y等于2 我们写进去里面啊 给我们写进去里面 这样好一点点了 可以写进去里面 这两条线就不用写了 可以这两条黑色线我们写一下 因为这是题目的线吗 可以所以题目的线名我们写进去 然后标进去图里面 给你从图里面就可以判断哪一个角是大个的角 那个大个的角就是我们要找的Optius angle by setter ok 你一开始还不懂的啊 没有图是不懂的啊 你不要跟我讲你没有图就知道啊 老师我一看就知道左边这条是Optius 没有这种事啊 我是 怎么可能或者是我 我在写里面画没有这种东西的啊 我把它画出来 我也能画大个点用直画啊 呃至少50m啊 xy 轴 至少50m啊 你看大小至少50m 我给你半页的来画了 你不要跟我讲你你需要用小小个 我给你一整个半页来画哎 不可能不够位置啊 可以然后你就会看到下一页的那一题哦 可以下一页的那一题是一整面的 哎哎啊一整页的 明天一整页 这只要到底有多痛苦啊这一题 可以就这样我们到这边就好哦 那要策略记得去做听真哦 搞不好的话 如果你真的要哭就哭一下哦 没事了 应该是不用了 闭嘴啊王云安 嘿好哎我们到这边就好 每次好吃进来哦 ok 拜拜 前面要给我讲谢谢好吃哦 吃大便啊你们 谢谢好吃